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告诉你个好消息 如荫阿姨已经被雷大叔吸引住了 有门了 太好了 那我现在必须立即赶回红口道场去 这么急 眼镜蛇听到盖世泰宝的枪声以后 会立即去红口道场的 这个机会我不想错过 英杰 这里就交给我了 你去把他们拖住就行了 好的 英杰 你 小心 我会的 迪兄们 里边死的差不多了 该咱们上场了 记住了 都把小命给我保住了 还有 要保护好我 听见没有 是 给我冲 是美子 难道你是真的要对我 痛下杀手吗 我是以欺人之道 还至欺人之身 那我怎么办 你先回答我 你到我这里来干什么 不会是 喝茶聊天吧 我当然有我的事情 那我的事情呢 回答不出来了 回答不出来 就只有受死 老北东 对不起 上班机关长 罗兴权 现在的机关长 是我 对 对对 机关长 您 您有什么吩咐 罗局长 烦请你 和你的弟兄们 帮我维持一下 这里的治安 对于这里的私闯者 无论是谁 带回去严加审问 我和魏队长 还要好好研究一下 今天发生的事情 看看到底是谁 在打我的主意 嗨 嗨 鸦 机关长 请您放心 这里的一切 交给我吧 魏队长 咱们屋里说话 三本 哦 机关长 他刚才说的话 你倒听见了 怎么 你真的想把我带走吗 那怎么会呢 我们俩什么关系 啊 等一下 如果有机会 你就给他一溜 声话当真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 快 快追那个黑衣人 赶紧打我一下 打完就跑 快呀 赛不快就来不及了 啊 啊 去坐 别骂了 赶快找人把这都送医院 来人 外面的敲车是怎么回事 红库道场那边传过来的 没事 徐索哥 我妈妈和雷叔叔 风那么的反对我们俩在一起 我真的很生他们的气 没事 我也提供他们的气 想不明白他们到底是怎么想 我们 大人 下来 带上去 带上去 顾奶奶 我是肖德心 我是风静转之兵来保护你的 我今天就饶了你 但你记住 不许向任何人透露我们的消息 一定 大子也不说 滚 滚 我马上滚 要不我们逛个地方住 不用 肖德心没有这个胆子 我还说了 他是奉我爸爸的命令来保护咱们的 这里还算安全 机馆长 山本跑得有点蹊跷 这还用你说 肯定是 我什么也没说 说了也没有用 但是 有一个千年的古训让我记忆犹新 保冷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 我明白你的意思 机馆长 我没什么意思 关键是您 您有什么意思 这个山本 能跑到哪去呢 我早就来了 眼镜蛇 我 上了他们的当了 现在看来 那个金梅子 是在利用彼得罗维奇 引我上钩 说不定 这就是中共地下党那只行鹰的主 我们肯定是有什么事情 来瞒住 你一味的跟金梅子和罗星拳斗 莫非 这就是熊鹰的挑拨离剑之计 让我没有想到的是 罗星拳 在暗中帮着龙 猫子 我早被他们抓走了 罗星拳这个人 无比较无二 他左右逢云 脚踩两只船 我们要小心谨慎才对 金梅子 现在是招仓司令长官 眼中的红人 所以我们 必须以实际行动 来证明自己的实力 和对天皇陛下的忠心 我才不管什么忠心不忠心 我们现在必须要把所有乱七八糟 无关紧要的事情全部放下 全力以赴的去寻找所下 所谱 绝不可能是本无字天书 其中的奥妙 一定无限期 应该是这样 现在我带你去个好地方 去哪里 别问那么多 去了你就知道 他的伤倒没什么 只是有点轻微的脑震荡 休息一个晚上就会好的 医生 辛苦了 这没什么 出去吧 哎 你想什么呢 你到底怎么了吗 我 我还是不说没妙吧 为什么不说 我命令你说 好吧 我说 机关长 恕我直言 我觉得我们现在 很危险了 危险 怎么危险 山本现在 肯定要努力挽回他的败局 他这么跑掉 无疑 我们又给他翻盘的机会了 这个我知道 你知道 你知道 为什么不采取措施 为什么不积极补救呢 谁说我没有采取措施 谁说我没有补救 你补救了 反正 反正我是没有看出来 要是都被你看出来了 那我还是金梅子吗 但愿吧 但愿你是金梅子 我还是金梅子 看起来 如颜阿姨的回忆 已经被勾起来了 他们肯定会相认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这是要干什么 孟非 莫非雷汉用这个方法与花如银相认 否则的话 不会一个表演一道观看 我们现在就先 先把那本无字听说的锁口夺回来 然后再想办法设计抓住 这样的话 我们才会是打开黄灵取宝的第一人 银汉打开内包原型大索 可以动手了 有鬼进来了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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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划 人?人哪? 里面好像有拼杀 会是谁呢? 怎么?你还关心是谁? 为什么不关心? 机关长,要想打开黄连地宫得到里面的宝藏 它的前提是必须拿到锁谱 只有得到锁谱 解开锁谱无子天术的玄机才能达到我们的目的 还真正能解开无子天术秘密的只有雷汉和华人员 所以我们必须要画出他们的安全 有理有绪,入墨三分 那咱们 上 他们都在想说谱 你们就打吧 我罗星拳坐收愚人之内了 他咱们 起来 过谱 中文字幕组 罗太太 你不要追了 不 我要去 不 罗太太 首帕肯定不会出事的 我们的人都去追了 再说了 还有雷汉雷大哥呢 雷汉现在是一只手 你相信他 如果你现在去了 相反会拖累他 你知道吗 雷汉雷 出来 你们俩给我出来 雷汉雷大哥 雷汉雷大哥 你是不是睡不着 我今天看见 看见赵姨在给我爸爸做新衣服 做新衣服 这有什么好奇怪的 你不知道 我不知道你就告诉我嘛 我 雷汉雷大哥 你这是怎么了 我可是对天发过似的 这辈子都非你雷雨所不假 你也表示愿意接纳我了 现在都已经是你的未婚妻了 那那还有什么事情 不能对自己的未婚妻说吗 好 我跟你说 事情是这样的 我 你也不需要 我又不需要 我又不需要 你也不需要 我又不需要 你很期盼 干什么用啊 赵姨 孩子 别问了 你很快就会知道的 是挺奇怪的 不行 我一定要找我爸问清楚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还有 我爸现在不知道为什么 突然间又在百大锁镇 我现在过去看一下 我看还是等天亮以后吧 天亮了 我跟你去 我出来 有本事就给我出来 不要联系 李先生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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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干 是我 你来干什么 别问那么多了 山本不是受伤了吗 你去把它拦住 这儿的地形我熟悉 没啥跑不掉 所谱就是咱们的了 这 别扯那儿的 快去吧 你最好不要跟我少话 万一被我发现 我会让你 死得很难看 我说机关长 现在都什么时候了 我能干嘛呀 去吧 我会让你 小心 别追了 我们要去保护雷汉 已经没死 是我 你为什么要赌我的路 你想要雷汉的命 我不答应 所谱你是得不到的 好看 姐妹子 回来 好看 好看 罗太太 你先休息 我再出去看看 钟书记 你一定要保护好 雷汉 他这么做是有原因的 好多的事情 我现在 也不清楚 所以 不能跟你说什么 你放心吧 我们的人一定会保护好 雷汉哥和左谱的 再说了 雷汉哥功夫那么好 既然自有天下 没事的 但愿吧 但愿吧 你快去吧 好 来吧 四安 我知道你用心凉骨 我只让你用心凉骨 我已经知道 是我的死安 是我的死安 雷汉 雷汉 我認定了 你就是我當年的師兄 铁斯恩 我們聯手吧 我這也是為了保護地下的王子 收起你這套 你就是這條披著人皮的狼 我真是後悔啊 後悔當初 沒能親手宰了你 雷汉 不 滅斯恩 如果你這鎖鵬我研究不透的話 打開地宮 那也是旺的 不過你放心 這黃陵地宮的寶藏 是我的了 我打不開 誰也別想打開 我的錯 不透 不透 趙姨 趙姨 爸 爸 赵姨 怎么会没有人呢 我也拿门 这怎么了这是 你看 地上有雪 好久有人在这儿打得过 坏了 我爸出事而已 走 去我家看看 走 你倒是说话呀 你哑巴了 你让我说什么呀 我怀疑是罗欣泉 一枪把雷汉打下悬崖去的 这也是我最担心的 雷汉这次 肯定必死无疑了 是啊 悬崖那么高 河水又那么深 罗欣泉真的肯放弃 皇陵帝宫里的宝藏 放弃 他就是舍命也不会舍财的 那他为什么要向雷汉开枪 这也是我最担心的问题 担心他掌握索普的秘密 我去看看 顺便打他一下消息 有了消息 第一时间向我汇报 是 是 我是山本 是我 眼镜蛇 你可脱鞋了 你可是真的让我担心死了 先别说这些了 我告诉你 那个雷汉掉到悬崖下摔死了 你说什么 是罗欣泉开枪把雷汉打下悬崖的 索普呢 索普呢 据说也被雷汉带走了 罗欣泉是想把雷汉置于死地 大家都这么说 如果雷汉死了 那皇陵宝藏就成了永远的历史 要真是那样的话 你就会成为龟尾鹤第二 没错 我们敬献给天皇陛下的 不是中国皇帝的传国运行 就是我山本的姓名 我爸受伤了 你放心吧 日本鬼子不会把他怎么样的 婷婷 还在生妈妈的气啊 您不告诉我 为什么不让我和余所哥在一起的原因 我就不理你了 今天晚上 本来可以明确这一切的 没想到又出了事 但是婷婷你放心 妈妈一定会给你一个交代 余所你也别怪你爸爸 他或许 也有他的苦衷 我去找找我爸爸吧 你去吧 有了消息马上告诉我们 雷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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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汉死了 咱们怎么打开荒冷爹宫 去到里面的宝藏啊 嘿嘿嘿 老子还有杀手锏 那 那里面谁敢去啊 你当然不能去啊 你去了会有人认识你 同时咱们的人好好去寻找去找 是 还有 那个山本勾搭的那个中关女人 你尽快给我查清楚 这样 这个魏英杰也真够可以的 竟然把金梅子迷个灵魂出销 都是吗 这小子也不是个好色之徒啊 这其中必有偶妙 现在怎么办 要不要跟华如言说事情 必须说 或许还有什么办法 钟先生 我爸他怎么了 钟先生 我求你告诉我我爸他怎么了 李总 我实话告诉你吧 你爸爸昨天晚上 被罗清泉开枪击中掉下悬崖 到现在 生死不明 你是说 我爸他 我们今天天不亮就去河边找吧 可是 什么都没有找到 爸 玉锁 你要冷静 我要给我爸报仇 我要杀了罗清泉 这个仇一定要报 但是 不是现在 李总 你千万不要冲动 罗清泉敢对你爸爸下杀手 我们想知道他为什么 为什么这么做 因为你爸爸 是唯一一个能打开黄陵地宫的人 更何口 说不被你爸爸夺回来了 你总不被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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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